出轨门9年后,董捷给35岁男明星当妈了,背后真相让人叹息。 最近董捷主演的新剧《您好母亲大人》悄悄上线了,董捷在剧中跨越30年,从少女演到了中年单亲妈妈。 也许是决策同自身经历相似,董捷在感情处理上细腻又自然,一段哭戏感动了不少网友。 另外在《功勋》中虽然镜头不多,但成熟的演技和富有年代感的形象,也为这部剧留下了惊鸿一瞥。 熟悉的《双麻花辫》仿佛曾经那个《冷清秋》又回来了。 连续两部新剧的上映,说明了董捷也正悄悄回到正轨。 可惜的是,评论区还是存在两极分化,部分观众介于他的陈年王室对他出色的表演并不买单。 人生总有太多选择,每一个选择都像是一个岔路口,一步错步步错。 特别是公众人物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引起观众的关注。 董捷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,他出道及巅峰,婚变之后成为单亲妈妈。 他的故事或许远非一句是非曲直那么简单。 21年前,一出场就惊为天人,2000年春晚,谢霆锋挽着一位少女登上春晚舞台,他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,却因乳目微风,温暖恬静的微笑,惊艳了不少人。 这一年是董捷的转期之年,其实早在1996年,是他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,担任舞蹈节目《风登夜女副爵》。 除此之外,他还在《春晚小品打工奇遇》和《攀长江的小品过河》中也有扮演过小角色,后来他就被张艺谋一眼相中,主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《幸福时光》。 这部电影由莫言担任编剧《赵本山》、李雪剑、《小桃红》等大派演员出演配角,初出茅庐的董捷一上场就获得了最顶级的配置。 他也凭借片中饰演的《盲女无影》,获得了第七届华表奖电影新人奖,及第47届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,历届某女郎都大受外界关注,董捷也不例外,而让他真正活起来的是金粉世家中冷清秋一绝,和当时大热的男演员陈坤上演了对手戏。 一袭简单学生装扮,美得肃静的脸庞上又带着一丝倔强,让他成为了国民白月光。 有人说冷清秋成就了董捷,董捷也成就了冷清秋,彼时董捷还是美得干净灵动,浑身营绕着仙气,一领一笑也能透露着一股我见油帘的清纯气息。 2002年他签约了王家卫,成为继巩俐之后第二位和王家卫签约的内地演员。 毋庸置疑,董捷是个天赋与个性俱佳,又有幸运加持的演员,童年拍了电影《地下铁》,提名第27届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女演员。 第二年跟梁朝伟、巩俐、王妃、张子怡、刘嘉玲、张曼玉等一众大咖一起拍《2046》。 她清纯的玉女形象也逐步稳固了起来,但董捷的内心往往没有她的外表这么简单,人如果太过顺遂,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。 当名气越来越大,赢得越来越多,平静的生活让董捷内心的冲动和渴望再也按耐不住了。 可运气能帮助你飞得更高,为人处事的品质才能决定你飞得有多远。 七年治养后,她终于亲手毁了最好的婚姻。 上天给了董捷事业成功的机会,也给了她一段金氏良缘。 2005年,她和潘岳明在红衣坊中结缘。 一个清纯玉女小白花,一个温润如玉贵公子。 金头玉女的组合外界格外看好。 2008年,他们低调完婚。 次年,董捷生下来鼎鼎,名字寓意着自己处于幸福的顶峰。 潘岳明这个书香门地出身的文艺男孩,把所有的浪漫、真诚、体贴都给了董捷。 社交平台上寄满了两人甜蜜的日常。 当时董捷看潘岳明的眼神还充满爱意。 2010年,潘岳明拍摄《喂娘来时》发生车祸,肺部被刺穿,生命垂危。 董捷得知消息后,吓得连夜赶到医院,整整三个月寸步不离地照顾他。 这时潘岳明还在沾沾自喜,我娶了一个最好的老婆。 他们的爱情如梦一般,美好真挚,可梦醒了,留下的却是一段伤痛。 在结婚六周年纪念日里,董捷发文,用玩笑的语气说着,明年养一养,一语成衬。 就在他们相爱的第七年,有网友爆料董捷潘岳明已经离婚,原因是董捷有了新欢。 在传言纷纷扰扰之际,董捷一纸声明彻底将事件推向高潮。 他无情地指控潘岳明好赌诚信,对家庭不负责,还有家暴倾向,离婚也是无奈之举。 一向以清纯柔弱形象诗人的董捷,博得了大众的同情和信任,而潘岳明就成了众矢之地。 善良的潘岳明也发过常文澄清,但明生毁了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。 长达五年的时间里,潘岳明几乎没有任何工作,事情在二零二年出现转机。 网上一段与董捷相关的不雅视频曝光,冷清秋的清纯滤镜瞬间破碎。 网友一下子清醒了过来,调转矛头开始攻击董捷,落难之时才能见得真情。 在董捷深陷水深火热时,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说话的竟然是潘岳明。 他从未把错推给董捷,一直至于董捷经纪人捏造事实,还将他告上法庭,赢得诉讼。 作为旁认的我们,无法评判他们这段感情的对错,夫妻间的矛盾他们自己最清楚。 那些真真假假的传闻我们不得而知,但枪响之后没有赢家。 风波过后,董捷毁了曾经最爱他的人,也毁了自己后半生的演艺生涯。 永远别让孩子为父母的错误买单。 明星离婚虽然很常见,但这样闹得鱼死网破的关系确实不多见。 我更心疼的还是他们的孩子。 看着曾经相爱的父母,现在老死不相往来,没有父亲陪伴的鼎鼎真的过得幸福吗? 烈性事件让董捷几乎无戏可拍,口碑更是低到极点。 为了挽回一点形象,2016年,董捷带着鼎鼎参加了亲子综艺《妈妈是超人》。 节目里他想着全力打造坚强的单亲妈妈形象, 而我们看到的确实,一个每天都要向儿子索要夺命连环稳的妈妈。 一个会问小孩子,女朋友重要还是妈妈这样荒谬问题的妈妈。 一个经常会哭,想要儿子安慰的妈妈。 她希望成为孩子心中的第一位,也在用自己的想法控制着孩子。 让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不得不像个大人一样去哄他,保护他,陪伴他。 这样窒息的妈妈让不少观众难以接受。 又有知情人士在网上爆料称,董捷在离婚后反对潘岳明见儿子, 甚至在攀附病重之时也拒绝让儿子见爷爷。 这时网络上又掀起了一波对董捷冷血无情的指控。 了解了董捷的原生家庭,我对他的做法一点也不意外。 董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中,从小父母对他就格外严格。 十岁时遇上了宾市歌舞团招生,父母毅然决然地将董捷送去上海歌舞团学习舞蹈。 才十岁的董捷被迫离开了父母,前往陌生的大城市学习, 每天都要面对着反复枯燥的训练,早起晚睡的生活苦不堪言。 思念父母的董捷时常会在深夜里独自哭泣, 看着别的孩子有父母宠着,自己却要提前独立起来,董捷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年幼时缺失安全感的孩子,终其一生都害怕被抛弃, 因为在原生家庭中缺少爱与陪伴, 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一错再错。 现在他无人理解,无人陪伴,无人依靠, 一无所有的冻结把儿子当成了唯一的希望。 因爱而结合,因仇恨而分开, 至少婚姻里最受伤的肯定是孩子。 成年人婚姻里有对错,但孩子是无辜的。 他们还在懵懂无知的年纪就要看着父母反目成仇, 多么不公平,所以千万别让孩子为你的离婚买单。 离婚独自带娃的单亲妈妈在娱乐圈闭幕少见, 他们离婚后反而过得更加潇洒美丽。 比如近几年来瘦身成功给我们带来不少作品的演艺, 曾经遭受到丈夫背叛的她狠下心来带着女儿离开, 因为臃肿的身材大妈形象成为她演艺生涯的一大阻碍, 于是她开始减肥,开始尝试不同的戏路。 搭档胡哥等比自己年纪小的男演员也毫无违和感, 她又再一次向大众证明, 女人离了婚又如何,有实力,依然能活得漂亮。 不得不承认,董洁也是优秀又有实力的演员, 她心天良好的自身条件, 独有的气质能给她带来不少机会。 这段时间,她也积极地回归到了工作状态, 先是参加了浪姐2, 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董洁, 不仅能演戏, 更勇敢地挑战唱跳。 最近两部新剧更不用说了, 口碑上获得一致好评, 这样下去即使无法东山再起重回巅峰, 她也能继续做着喜欢的事, 活出自己活得舒服。 而想要过得幸福, 我们需要通过努力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, 为实现自己精神和情感的满足增加底气。 就像女演员白冰所说, 经历了风雨之后, 你要学会真正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 女人信不信服成不成功, 绝对不是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, 她们是为了自己而活, 才能活得丰富而自由。